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知名的节目主持 严炳红颜老师 欢迎颜老师 来自华语嘉信的高级副总裁 大家的老朋友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下面就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 看看他们如何帮助 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 认识一下这一队 各位请看 男生说了 我就要你只关注我一个人 这段恋情该何去何从呢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胡26岁来自湖北 自由职业者 女嘉宾小身31岁 同样来自湖北 自营店主 来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老师好 欢迎两位 老师好 姐弟恋对吧 是的 怎么认识的 就有一次我们朋友之间 组织去滑雪的时候 然后在滑雪场认识的 滑雪场认识的 谁追的谁呀 我们当时互相喜欢吧 怎么就表明互相喜欢呢 最开始我当时我们出发在那个路程上的时候 我们搭大巴车 然后我就觉得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还挺好的 然后后来在滑雪的过程中增加了一些互动之后 开始交往了 那是谁说的我们开始交往了呢 是我 那还是你主动一些嘛 怎么看上他了 就是因为当时我不会滑雪 然后就老摔跤 他就挺耐心的过来教我滑雪 就觉得这个人挺不错 滑雪教练不都能干这事吗 但是他免费的呀 到底是做买卖的人 然后回来以后 就是其实我同学跟他同学是亲戚关系 所以大家都认识 一老出来玩 所以你看 因为免费交滑雪 所以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人生啊 谁知道便宜在哪呢 怎么了 你需要他关注你是吧 是的 他不关注你 对 哎呦 闹关怀啊 说说吧 怎么不关注你啊 就我感觉他把他生命中所有的经历吧 全都放在他的事业上面去了 然后一点都没有说 在这个感情里面去付出 就前些时候不是过情人节吗 然后我当时要他出来约会 然后他说他在店里很忙 没有时间陪我 就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很生气 但是我有跟他解释过 因为我们那一家店就是 以前是做传统的美容 现在就是升级版 引进一些仪器 做仪器的 就转型当中特别忙 而且过节女生都希望把自己打扮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 没有必要非要过西方人的情人节 我们也可以过七夕啊 七夕 女生不是一样要打扮自己吗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上正轨 他们打扮完了以后不都约会去了吗 对啊 但是他们玩了以后我也挺累的呀 我也想休息 听明白了 就你需要浪漫人家给不了呗 他再忙的话抽一天时间出来陪我也是有空的吧 如果只要他有心的话我觉得 但是他没陪过你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我娘以后结婚的话 日子还长着呢 没有必要非要这一两年非要过这个节啊 再说平常有时候我挺忙的 他也在我那个美容中心待着嘛 我就说情人节的时候吧 我当时和很多兄弟哥们们出去聚会 吃饭啊 唱歌啊 看电影啊 然后全程我就是一个人 别人都是带着女朋友成双成对 我真的就感觉非常尴尬 这也没什么 平常你去他店里 对 干嘛 去他店里面找他 就是想他出来能陪我 结果我每次去的时候呢 他就让我去当他的试验品 给我涂他的那些美容品啊 护肤品啊 我真的觉得超级难受 因为那些产品和仪器 都是我亲自引进回来的 我就想在他脸上先试一下 以免那个顾客脸上过敏 对 所以说你不怕他过敏是吧 那他是男生过了敏 过段时间就好了呀 要是我顾客过敏的话 不就眨了我招牌吗 明白了 所以你还兼具了小白鼠的功能啊 对啊 所以说他完全不顾虑我的感受 他拿一些不知道会不会过敏的产品 就在我脸上涂 万一我过敏呢 你会难过吗 那个过敏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其实是让你变美了 我每次在他脸上涂 他又说把它弄得不能出门 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的 他完全把我当小白鼠 不顾虑我的感受 然后我也要给钱 他去 给钱 你还说这个 说这个我真的就来气了 我每次涂完之后 他给你钱 他给我一点钱 干嘛 就是说因为那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害处嘛 然后他让我涂完之后好像戒指来安慰我一样 给多少钱 对我就像试验品一样 我去试产品 试完产品他给我钱 给多少钱 看他心情吧 都会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把我当男朋友来对的 我给他钱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不给他钱 他又心不甘情不愿地给脸色我看 我就给脸钱堵住他的嘴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有点不正业 然后他的爱好又特别费钱 我要是把那钱就塞在他钱包里 感觉挺没面子的吧 我就通过这个方式给他 你倒是挺体恤他的 对 他还不高兴 我觉得这都是他的狡辩吧 你花他的钱吗你告诉我 你花他的钱吗 他给我我应该都会花掉 所以啊 他不给你的时候你花过他的 就是除了这个实验之外 他还给你钱吗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因为根本都碰不到人 碰不到人 你这上面写的自由职业 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我自己是比较热爱调脚和飘移赛车 因为我是将来梦想自己进一家酒吧和一家 和一个半职业的赛车手吧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和一个爱好方向 反正都是挺烧钱的 对 大多都是投入胜过回报的一些爱好 对 那这钱谁给你投呢 因为我家里是一个家里是做生意的 然后有时候会帮家里干点活这个样子 喜欢这小男生什么呀 就是感觉他之前做事情有耐心的 但是现在就 他的心思都放在玩上面 就不务真业 你又不陪他玩 所以他只好去玩 肯定这是他的理由 是不是 男生你有没有觉得跟在一起挺有压力的 压力 麻钱手还挺大 拿你当试验品之后 为了补贴补贴你 不直接给还挺体质的 说你给我做点事吧 还给你钱 有压力吗 有压力 对啊 我对他这么好 然后最近我店面升级找他借钱 他都不借给我 所以落得有点不愉快 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借钱给他 然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他的设备更新还没多久 然后这个时候再更新新的设备的话 可能风险会比较大 那是你不懂好吗 就是我现在店面整体升级 如果你的仪器没有跟上脚步的话 别人就会 你装修得很好 进来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都跟上去 而且这一行就是淘汰率特别高 对 所以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他就是改装一辆车的钱 他其实都可以借给我 他都没有借 我主要是不想他真的是经历失败 我觉得事业应该一步一步慢慢来 然后有一个过程比较好 我觉得他太急了 行了 明白了 你嫌他不陪你是吧 你们俩这行吗 这一年多谈下来 怎么支撑到今天呢 你告诉我 就聚少离多 就避免吵架 但最近他就是要求我回去见他父母 可能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干嘛呀 就我觉得他也年纪不小了 然后我也觉得其实可以到了 该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然后我就希望可以早点稳定下来 他不太赞同 为什么 就是我家里也觉得 男生本来就比女生晚熟一些 然后他又比我小三十岁 可能家里还是想要我找一个比较稳定的 然后他又不真业 房子也没有买 都什么都没有 明白了 你们俩谈过恋爱吗 谈过 基本上各管各的多吧 各管各的多 那你怎么就想娶他了呢 我觉得 就是因为年龄到了 还有就是 想早点结婚吧 这样就不会那么贪玩吧 早点结婚就不贪玩 我没听出你要娶她的一个理由啊 好像理由就是反正我要结婚 就是我女朋友 反正我也不管她怎么着 我就娶了她就得了 是的意思吧 其实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虽然说相识了这么久 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但是从最初的滑雪 到我们后来去一些地方旅游 我们大多的经历 可能就是一起出行约好时间出去旅游 你们俩更像一个旅游的旅伴或者玩伴是吧 对 我觉得 之间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我明白 虽然说没有像一些轰轰烈烈的感情那么轰动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也可以在婚姻之后再增进感情 明白 所以男生是觉得跟他玩能玩在一起对吧 对 玩得比较轻松也很愉快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才会提出这个要求说你要多陪我 陪是因为你想跟他再往前走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你说说你对他的感觉和感受吧 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骗子特别多嘛 然后我俩都有共同的同学 又是亲戚 大家都又是同一个城市的 然后就比较知根知底 对 我就很放心 所以就在你这儿首先他不是个骗子 对 是吧 对 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 然后他也就是挺有亲和力的 然后也很善良 也比较有耐心做事情 没了 那按理就是按我这种俗人想象 就是好歹一个男人跟你提出来了 说我们结婚吧 你说我们现在不成熟 我再看看你 我们再处一处 会有一些时间投入进来 但是好像你没有 那这个男人到底是你什么人 是因为我现在忙 就是以后忙完了以后 我是会有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的 这个以后是指什么时候 可能两三年之后吧 两三年之后 对 你才开始跟他谈恋爱 但是我们之前就是 也有一起出去玩过 也挺合得来的 不就是玩吗 除了玩之外 你们还合得来吗 能找一个可以玩一起的人 就挺好的 起码就是爱好都相同 那他现在就 人家现在小伙子就要求说 我想娶你了 可是我觉得事业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结婚先缓一缓 缓多久 两三年 好 缓缓结婚也行 你能不能稍微对我好点 别那么冷淡 多点时间陪我 是这意思吧 是 我不是冷淡 我真没时间 那就没办法了 就是顾客一定是比他重要的 是这意思吧 至少现阶段顾客比他重要 我理解的对吗 对 那还有什么说的 你们说去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说反正结婚了以后 几年以后结婚了 日子还长着呢 谁说非要过那个情人节 对吧 但其实就没有想想 换个角度说 我们现在还属于恋爱的头几年 应该是热恋期 就已经没有这种情怀 没有这种思念去过情人节了 那真结了婚 哪还有那份热情啊 我觉得细水长流比较好 你觉得细水长流是日子细水长流 我不觉得是感情细水长流 你看我们看看你们现在相处的现状 你有闲的时候 约他一起去玩 你认识他的时候 也是因为玩 其实你对待这场恋爱 我觉得始终是一个没有那么认真严肃的态度 我不敢说是玩啊 因为你也喜欢他 但是你所付出的经历 就是玩的经历 而你喜欢他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年轻的 有活力的 有活力的 善良的 无害的 这么一个男孩 你和他在一起很安全 不会受伤害 他也不像你那么成熟 不像你有诚服 好控制 所以你选择了他 我可不觉得你不想结婚 我真的觉得 你心中知道 这个不是你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如果他是你理想的结婚对象 我相信你会把你的事业稍微放缓一点 认认真真的去和他相处 事业才是细水长流 工作一辈子都可以做 婚恋对象错过了 就是一辈子 所以我真的啊 小伙子可能你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姐姐她还真是个姐姐 她就觉得你是一个乖巧的弟弟 在我需要玩的时候 很温和地陪伴着我 在我需要有这个小白鼠的时候 笑呵呵地给我做实验 冲击量 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有 亲密关系的弟弟而已 我不觉得他深深地爱着你 或者希望把你成为未来 他所规划两三年的结婚对象 可能只是他现在忙碌生活中 一个给他带来甜甜感觉的大男孩 而我觉得你找他 其实也没有那么那么的 真的是完全为了爱情 因为看看你的现状啊 其实你的现状我很不认可 我倒是觉得男孩子喜欢赛车 喜欢改装车 喜欢滑雪等等 挺好的 有爱好挺好的 喜欢刺激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拿什么生活 你连生活的工具 生活的工作都没有 你说我是个职业的赛车手 那也是一份职业 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 你说我是一个改装车的高手 我帮助大家去改装车 赚取费用 那也是一份营生 但你有什么呢 你靠父母恩惠你一些 你靠女朋友给你一些 你怎么就好意思去收他 给你那个所谓 做试验的那个钱呢 我觉得但凡有骨气 首先一 对不起我可不做你的小白鼠 二即便我做了 我是希望帮助你 让你认清产品的兴致 我宁可自己过敏 但我绝对不可能要你的钱 那成什么了 你两点都没有做 因为你知道在你26岁的年龄 没有工作没有事业 只有一堆烧钱的爱好 哪个女孩会跟你啊 跟你怎么过呀这日子 你以为她可以 因为她独立 她有经济收入 她也美丽 她也知道和你短短相处的时间 怎么让你开心 所以你选择了她 只不过是刚刚好 遇到了这个人而已 但一定不是最终 和你步入婚姻 携手一生的那个女人 你想结婚也只不过是说 有了她 我生活变得方便了 我也不用再去追求别的女孩 再去努力工作事业 来将来养我的家 所以那也不是爱情 都是假象而已 所以你们本来就没有恋爱的必要条件 相处的过程也没有恋爱正常的状态 不是一场真正的爱情 也就可以分道扬镳 谢谢 谢谢严老师 许总 女孩我问你一下 你们一起出去旅游 一般都是谁来付费 会有一个人主持 收钱可能都AA吧 是你们两个人 还是一群人 我们都是一群人出去 每次都是一群人是吧 对 这才恰恰说明问题 其实你们俩现在 与其说是在谈恋爱 不是说是在 找了彼此作为一个玩伴 旅友 或者说你们彼此是在填补自己的一个需求 你的需求是什么呢 不能说你现在是不想结婚 但极确现阶段 事业对你来说是第一位 但是你可能又会除去事业之外 你会觉得很寂寞 所以你会去玩 各种的玩 那其实这个小孩呢 也能在移动程度上 弥补你的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个缺失 但一定到不了谈婚论嫁那一步 这你心里其实很清楚 你与他之间 至少你现在看不到未来 你也很清楚 所以你才对于男方提出的说 带你一起去见他的父母 你说不 因为这才哪到哪啊 这小孩他哪懂什么恋爱 今后结婚在一起 哪有那么多的未来可有 但他现在有的是说 第一他喜欢你 第二他在玩起来还是蛮有情调的 第三他愿意做你的所谓的实验品也好 但是当你说你借我点资金 我要重新升级店的时候 他说no 他说不 我相信他说不 其实你也不会特别生气 朋友之前嘛 有就借没有就算 我在想办法 但如果你真把他当为你的男朋友 甚至今后的结婚对象的时候 他如果说出这句话 一定会很伤心 但是我敢肯定你不会太过于介意 因为就是一个比朋友更好一点的朋友而已 男生太幼稚了 你以为你是在谈恋爱吗 找了一个能给自己很多照顾包容的姐姐 也很不错 外星人也很好 一起去玩 挺好的 并且就着急说一定要见我父母 你觉得可能吗 你们之间真是差那么点东西 这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互相的一种感觉 情侣般的感觉 没有的 你想想看 你们在一起有多长时间 在一起都在干什么 在一起是更多的是玩吧 你们有讨论过生活的事吗 有没有觉得彼此身上有什么优点 是可以在今后日子里可以长相伴的 没有都是在玩 而真正触及你的利益的时候 管你借钱的时候你说不啊 你怎么这会这么成熟啊 居然还能给人家垫一个指导说 嗯 现在你的步伐太快 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去更新设备 不适合再投入 是吗 你有了解他的事吗 他坚持一个从事 这个行业多年的人 他一定比你有经验的 你这些借口都站不住脚的 唯一就是说 当触及在自己利益的时候 就退缩了 而你们之间有那种感情吗 那种感情能跨越所有的利益吗 还没有 那这会谈什么婚 论什么嫁呀 还要去见自己父母 操之过急 所以回到你们的感情出发点 到底是想让对方的存在 以弥补自己的空虚寂寞 还是说在对未来的幸福生活中 觉得对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伴侣 如果是前者 我就趁早你们摆清关系 别这么不明不白 而如果是后者呢 尽早说再见 就这样 好 谢谢 胡老师 那你改装一辆车多少钱 二三十万吧 你有这钱 百分之多少是父母给你 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百分之九十以上 他们俩的故事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这个小男生有点崇拜你 喜欢你那种女强人从容不迫的气质 你喜欢他不就是喜欢他的那种从容不迫吗 那种稳重吗 那种女强人的气质吗 对不对 因为你正好缺乏这个 但是你可不可以知道 其实他根本没看上 你也没资格结婚 你哪里有资格结婚呢 他给你零花钱 父母给你改装的钱 你说你哪里有资格结婚呢 别说他 就普通的女人也看不上你的 所以说 有的时候啊 有些男人的骨气和自尊 是要自己找回来的 否则的话 女人是不会尊重你的 在你脸上某东西也好 不愿意去见你父母也好 其实都是不喜欢你 不尊重你 对你没感觉的表现 不自食其力 你说你会受人尊重吗 所以说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 你喜欢的成熟的女人 这个女人首先得学会 这么去引导你 激励你 让你好好的变到一个 自立根深的男人 这个道路上来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去做 他更没有想过要嫁给你 所以别做那个梦 好不好 先把自己的骨气和志气找回来 至于女生呢 我觉得做女人 未必要做女强人 也不需要做强女人 做女人强就挺好 自强一点就挺好 就这样吧 祝你幸福 谢谢 傻小子 这句话其实已经 已经听出弦外之音了 它是免费的 总之还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 就有些人在生命里 他只能是朋友 有些人可能在生命里 就是一个玩伴 有些人可能在生命里 才是一个伴侣 反正你也不喜欢她 你就放了她呗 因为她是想恋爱结婚的 你就放了她吧 你啊 快点长大吧 长点心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刚才 快点长大吧 快点长大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请关门 这个结局 我相信大家主要期待那扇门 是不是有领悟力 来 请开门 好好好 这鼓掌的在这段情感当中 至少有个人在最后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点觉悟和觉醒 希望你们善待生活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之前我们存在了很多的误会 希望能够解开 最近我也很犹豫 要不要和他复合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幼稚 两人分开其实谁的责任都有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也想听老师说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如果可以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就会面对努力 小片虽然很短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跟爱宝以往题材 不太相同的一对情侣 他们实际的状态是已然分手了 希望通过这个舞台 再重新地来审视一下 曾经的那段爱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3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女嘉宾小夏25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小夏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应该是曾经的情侣 我理解的对吗 分手有多久了 一两个月吧 今天来是要 希望能够复合 你希望复合是吧 对 你也好奇怪 你怎么还来呢 手都分了 因为跟他在一起 也快有半年了 然后觉得还是有感情在 因为我也比较念旧了 然后就是想来这边 听一下老师们的意见 那咱们一点一点说好不好 为什么分手 谁提出的分手 他提出来的 对 之前是有生气 没有理他 但是没有提 然后最后一次是因为 确实很生气 然后我就提分手了 就分了 是吧 为什么提分手 那么生气 因为我觉得他很不成熟 比较幼稚 他做了什么不成熟和幼稚的事 就是比如说 我跟他一起出去吃饭 因为我俩是一个星期才见一次 然后我觉得出来吃饭就很开心 然后吃饭的途中 他在菜上来之前 他在一直在玩手机 然后我想着这也没什么 可是在上完菜之后 他还在边吃饭边玩手机 然后还玩游戏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小孩子 就是多次是这样的 还有去看电影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是你想的这样好不好 就上次来说 我们是去吃饭 等了很久 服务员他没有上来 然后刚好我又非常喜欢 就是踢球 玩那些足球游戏 也就跟他少说了几句话 然后当时就怒了 我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事情 对于他来说没什么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就觉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所以你就提出了分手 对 然后你们就分开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吧 一个是学生 一个已经工作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当时是我在酒吧兼职工作 然后他正好作为客人 来到我们那个馆子 然后当时 我觉得他非常的温柔美丽 然后当时就加了微信 回去就聊了很多 结果我发现 他跟我一样 都非常的喜欢林佑佳 也是一个歌迷 歌迷碰到歌迷了 对 聊了多久 然后说我们做男女朋友吧 有半个多月吧 聊了半个多月 对 当时我就主动跟他说 要不然我们在一起吧 然后他考虑了有两三天 最后还是答应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酒吧的一次 邂逅和偶遇 通过微信 两个人聊了半个月左右 就觉得还不错 于是男生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吧 女生就同意了 恋爱就这么开始了 是吧 好吧 你们第一次吵架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俩去听音乐会 听到很晚 差不多到11点多了 结束之后 然后他就跟他朋友一起 要一起吃个宵夜 然后我作为女生 我觉得太晚了 我说我要回家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回家了 他也没有说送我 然后回家之后 也一直也没有关心我 问一下我到家没 就因为毕竟是女生 那么晚了 后来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当时是有朋友在那边 做一个说唱的比赛 我过去捧个场 然后刚好带他过去 一起去体验 然后朋友就是完了以后 就是要走嘛 然后要一起去个饭之类的 我就说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跟他们说完以后 就晚点再聊 我们当时吃饭喝酒吃烧烤 搞得差不多一点多钟 当时也喝了一点酒 可能有点晕 回去以后就没有忘 就忘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并不是我没有关心他 而是 事实就是你没关心他呀 你没去送他吧 我去送了他 就是来了一两第一次 没有把我送到家 对 我可能没有把他送到家 就是你们刚开始实际上面 我们会发现 那这段时间 我猜时间不会很长吧 有多久啊 就是你答应做他女朋友 多久就发生了这件事 一个多月吧 你看 那么热恋 那么密的时候 反正他就说你走吧 是这意思吧 好 接着往下 这是第一次争吵是吧 好 你第一次从心里发现说 这可能还是个小男生 我开始对这个情感动摇 是发生了什么 在什么时候 在就是有一次他去外地 也是做监职吧 然后他说有三天时间 然后他第二天就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还 就是他还跟我打电话 他并没有说他第二天就要回来 他说他第三天回来 然后也没跟我讲 然后第三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说漏嘴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没有说不相信他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然后 其实不是这样 确实是我当时 头一天回来 然后骗了他 但是主要原因并不是 我当时要纯心要说谎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的话 如果第二天见面的话 这肯定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说的 但是我如果说我提前回来 我主要是不想给你一个印象 就觉得提前一天过来 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第二天没有带你去那个馆子 就显得我非常的 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我不想有这个误会 所以当时就并不是有意的说法 你那天回来了 你不想他吗 应该反应是想他 所以我就约他呀 你们那会儿才谈恋爱也没多久嘛 龙公才谈了半年恋爱嘛 对不对 但是当时几个好朋友 在一起喝酒的话 我 那就是你比较 还是享受跟好朋友在一起喝酒嘛 对 但是我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没有说清楚 然后又 他可能就产生了误会 他产生了误会 对 男生 在跟他交往的这半年过程当中 觉得这个女生有什么是让你觉得不能忍受的吗 或者不好的 咱们这么说吧 他有时候喜欢发自拍 发自拍 发自拍 然后又很喜欢就是让别人夸他很漂亮 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可能说也就一般般了 怎么是非要说自己好呢 然后他又老是觉得我在泼他冷水 然后觉得我这样 我再接着问 在你们俩交往这半年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要花钱的对不对 你是有工作的对吧 对 你是学生 一般都就约会怎么个约法 一般都是我在花钱 你花钱 对 哪来的钱 有些时候是跟家里要 有时候我自己出去 额外来做一些兼职 然后赚一点小钱 你是学什么的呀 大学 我是学音乐的 唱歌的呗 对 所以你的兼职就是在酒吧以助唱啊 挑手为主是吧 对 差不多 都分手了一两个月了 为什么还要来啊 在分手这一两个月期间 你们还联系过吗 基本上没有联系吧 对啊 那怎么他一联系你就来了呢 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比他年龄大一些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他像个小孩子 然后我感觉我像姐姐一样 然后可能就有时候会有点心疼 比如说他要不开心 我就觉得好想去陪着他 就那种 然后 然后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就想着想照顾他 就这样 就是你心里还有他呗 对 啥姑娘 你这一两个月不联系人家是为什么呀 我并没有不联系他 只是我觉得 他说你没联系他呀 我其实有在心里默默地去关注他 你在心里怎么关注他呀 因为当时朋友圈并没有杀嘛 然后有时候也会看一下 就微信方式还有是吧 对 是什么事让你鼓起勇气来说 到这个舞台上来跟他复合呀 什么事 我跟他说 其实我们就是 本质上就是一些小的误会 也并没有说非要闹到分手的地步 只不过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还是有基础的 然后我想站在这里把话说清楚 然后希望能够获得他的谅解 好 那下面的时间给你 你用三分钟把你们这段事 给我说清楚 跟他说清楚 来 我给你看着表 说吧 可能我们认识时间并不是很长 然后你可能对我多多少少有一些误会 或者是我本身上的一些的 有些方面没有做得很好 让你产生了这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一些回忆 有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经历 你不能把它全部都给扼杀掉 以后我可能会改掉自己的一些问题 我希望你能明白 然后理解我 理解我现在的感受 然后不要再生气了 好吧 你说我还有一些不足 对吧 希望你能原谅 那你认为你的不足是什么呢 他可能觉得我有时候 总是喜欢太过于自我 太喜欢大男子主义 他老是迁就我 有时候确实也是这样的 我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是他老是喜欢迁就我 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女生 我可能不够非常的关心你 然后有时候并没有把自己 该做的事情做好 没有尽到男朋友 有时候该尽的义务 我希望以后你能够 跟我在一起继续地去 面对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两个人慢慢地改掉 然后我就希望你能够再回到我身边 以前谈过恋爱吗 有啊 跟这感受应该不一样吧 不一样 你是就特别恋爱他吗 就联系他是吧 有点那个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男孩子 特别简单 心里其实还有他 没有他不会来 这可咋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问姑娘一个问题吧 在爱情当中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听 我想要的是关心 什么样的关心 就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他能陪伴我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陪伴我 然后当我有什么事情 不能跟别人讲的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讲 他能理解我 那当发胸不愉快 有争吵的时候 你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他来找我 刚才这个键盘老师一直在弹一首歌 我想要的 这爱情是什么啊 小伙子 爱情是 我想要的是 争吵以后 还是想要拥抱的冲动 就是 即便我们争吵了 我们又矛盾了 但是我们吵完之后 还是想去找对方 还是想紧紧地拥抱着他 这就是爱情 刚才你说 你的专业是音乐 唱歌嘛 真正的歌手 一定是我唱歌手 很用情 才会打动我们听众 就真正在恋爱当中 很用情 才能收获一份爱情 你用情总是太浅 就像你说 我怕他误会我 所以我第二天 要先和朋友玩 我就不能告诉他 否则他会误会 我不在乎 那还用误会吗 你就是不在乎 你是也喜欢他 把他认为是女朋友 但是你的情就那么浅 好像我认准了 他是女朋友 所有人都知道 我唱了这首歌很完整 但是情在哪里 没有情的爱情 他还是爱吗 就一首好听的歌 失去了旋律当中 最美的那份真情 那份真切 那你只不过是念经了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 我不知道你以前 感情中状态是怎样 我总觉得这个男孩 就像你说的 他还是活在更多的自我里边 他的情都没有全开 或者是说 没有那个真正能燃烧 他爱情的人出现 让他把心里闭合的 那一块打开 也许这个人不是你 你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点燃他 等有一天啊 你真的遇到一个 你深爱的女孩 你就可以做歌手了 因为你懂得了 什么是爱 什么是情 你的歌就有味道 所以他不是你爱的那个姑娘 你挽回也没有意义 他也不是你那个 需要心疼的人 即使在一起 你也感受不到爱情 不是对的人 就去找各自对的那个他吧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盐老师 来 曲总 刚才女孩说 你们其实是一周见一次 对吧 对 相处半年 一年52周 半年26周 20多次 很难想象 在热恋当中的男女 见20多次 那每一次何等的热恋 何等的期望 我这一次的见面 可你没有 好不是有一次见面 26分之一的时候 见面 你居然没有送他回家 选择了什么 选择了和朋友 吃饭喝酒 26次分之二的那次见面 其实你可以早见的 对不对 提前一天就可以早见 没有这种冲动 没有这种 情不自禁的这种喜悦 很多人都提前出差 回来 我是要给对方 恋人一个惊喜的 你没有 你是和朋友 又去吃饭去 你何等的爱你的朋友 女朋友和朋友之间 你选择了谁 我很难想象 你们分手的原因 居然是一次吵架 而吵架的 这次的主题就是 因为你看了手机 没有理他 因为这个分手 可能这就是女孩 提出了分手 就是要让你来去安抚他 因为生气了 你却没有 一个月 一两个月之后 只是在背后 想起来是默默 看着他的朋友圈 你根本对这女孩 没有上心 这么短的时间 拿什么来证明说 你这是爱他 拿什么来证明说 你来挽回他是有必要性的 这就是你说不出来 你到底对这女孩 做了些事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你明明说 这女孩不要误会我 但其实这女孩 并没有误会 每一次都是 看中了你最内心的所在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 今天到这里来 难道只想 借我们这舞台 再跟他相处 相处又不到半年 又分手 今天只是一种形式 我希望你在运作这个形式 你是用心的 因为真正的相处 不是像今天所有的人 有这么多人在给你建议 这么多人帮你分析 而是说默默地在日子里头 用上心地去过 你不动心的话 很难让我们 劝这个女孩说 帮你挽回这段恋情 很难 女孩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来 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是 你自己也不清楚 到底这半年当中 这男人 这个男孩有没有爱上你 你其实你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那次的吵架 仅仅是我的脾气的一个发泄 可能甚至于是一种撒娇的形式 为什么就会分手 你不知道 但是可能经过今天 你可能会知道 他在你身上 可能没有用心 真正用心之后 很多行为是不需要有经验 就可以做出来的 而做得轰轰烈烈 可以让你感动的 我们听不到感动 所以算了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女人撒起娇来的话 男人吃不消 这男人要是撒起娇来的话 好了 挺美好的一段人生经历 让它过去吧 女生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上台有点紧张 然后没有把话说得非常清楚 刚才听了专家的意见 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 有些时候 确实是我的问题 可能我太注重于表面 并没有真正地 深入到你的内心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事 我会 我会给你承诺 然后也会努力地去做 希望你能够回到我的身边 然后我们以后 共同地面对以后 谢谢 他确实是很多时候 就是我说了很多的 他的问题 但是后面他 我每次说他有改正 但是就刚刚听老师 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俩还是 不是特别合适 希望你甚至能考虑 来 请亮灯 哎呀 这姑娘啊 行 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啊 请回小伙子 谢谢 好了 一段这个偶遇 发展出了半年的恋情 之后是一两个月的分离 然后有了今天舞台上 大家所看到的一切 在刚才的这个真情六十秒当中 女生连续用了两个转折句 每一次转折都让人揪心 第一次转折的时候 你就认为他要跟他和好了 其实和好也就和好了 对吧 也没什么 第二次他又转回来了 所以情感当中的事 总是这种矛盾 纠结 纠结的时候 说明心里还有 连纠结都没有了 心里就真的 什么都没有了 那一集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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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自万事大爱宝专区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 我男友是个大暖男 总有姑娘的情感失忆了找他谈心 别人喊他亲爱的 他也硬着 我不满意 他还说人家只是找安慰 我想分手了 想问问老师的意见 真的男人是不会对你付出真心的 因为他把大众看得比你更重要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老师 本栏目是由保湿服服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伊贝斯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这些机构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要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真的很辛苦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